今天要告訴大家是一個刺探部的擺球修正小細節 那如果想要學會擺球軌跡的話 一定要來上我們的pre課程 在我們場館的pre課程 都會教你擺球軌跡的重要地方 好 先講最常看見的刺探部 當我們擺球在做刺探部的時候 常常看到一些人會這樣 當你如果有做成第一種這種狀態下 其實你的慣性啊 人的慣性是 是要往後走的 可是你的防守者在前面 你這樣怎麼往前加速 所以我們在做刺探部的時候 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要讓球的軌跡的慣性 把你向前帶出去 而不是旋轉 旋轉 當你發送旋轉的時候 其實慣性是往後的 往後前面的防守者根本就不會怕你 那這個是一個修正刺探部的小細節 記得把球想像一下 往前方送出去 這樣才可以過人 可是如果當你往前送出去 腳步賣的過大 同時你左邊又沒有了 所以擺球軌跡跟我們的慈探部 都會安排在我們的pre課程裡面 歡迎你來場館參加 我們來場館參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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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裡面 Click e 生活